整个暴风圈在接近台湾的过程 会有稍微在扩大的情形 所以它在比较大的暴风圈 可能到了明天的上午 就已经会来到300公里 并且电视的强度来到 整个中度台风的上限 抗日台风吸保水器结构越来越扎实 云图上清晰可见台风眼 29号下午5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后 东半部将会是风雨最前线 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台风的影响是最为的明显 随着台风的中心有机会再接近到花东 在东半部地区要沿防局部豪雨 等级以上的降雨 也就是说可能会有局部的大豪雨 或甚至超大豪雨出现 而至于在北部地区 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 也可能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 康瑞脚步加速从路径预估来看 有可能在31号下午前后 从花东交界到恒春一带登陆 再往北贯穿台湾从中南部出海 影响台湾时间点也提前 周三开始桃园大台北地区 宜兰有局部豪雨 到了晚上花东恒春有大雨发生机率 周四到周五将会是影响最有感的时候 预估降雨一片子曝 东半部首当其冲 会出现局部豪雨以上等级 北部南部中南部山区也有豪雨 周四入夜到隔天清晨 雨势往中南部移动 移花的降雨的时间偏长 而且雨势加剧的情形也是比较明显 那东南部地区的话 则是要是台风 它整个进中心的这个 墙的降雨的环流影响而定 所以说它下雨的时间 虽然累积的期间没有像移花这么长 可是短时间的雨势 也会比较剧烈一些些 但气象署提醒 康瑞路径还有变数 往北或是往南都有可能 但就怕重演山陀儿惨况灾情 南台湾更要做好防台准备 进行稳重不倒